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收款神器 PinPo 之前向大家介绍过 潘莹这个收款工具 但是由小伙伴向我反馈 潘莹目前已经无法绑定 Google AdSense来进行收款 但是我的潘莹目前还可以正常使用 应该是因为注册比较久的老用户的原因 为了方便大家 我就尝试去搜索更多的收款工具 然后我就发现了PinPo 今天就介绍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更多的选择 PinPo的注册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来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注册 PinPo是一个来自杭州的团队 目前专注做境外收款 团队成立于2015年 在2017年获得欧洲支付牌照 在收款方面 它主要是提供境外的虚拟银行账户 对接国外的各种服务 与派安营 万里汇等一般的收款工具不同的是 PinPo不仅可以收取电商的款项 还可以收取Google Play 苹果 App Store等费用 这简直是各类开发者的福音 PinPo目前支持的平台 主要包括三大类 第一类是电商平台 包括全球不同国家的 亚马逊账户 eBay 新淡 雅虎 等热门平台 第二类是开发者平台 主要包括 Google AdSense Google Play 苹果 App Store Steam 等 第三类是独立站 包括现在热门的 Shopfit 还有自己建的各种网站 在独立站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它支持对接很多第三方的平台 比如PayPal Strape Shopfit 有这三类收款需求的人 都可以通过他的虚拟银行账户 来进行收款 然后提现到国内的银行 相信这些已经能够满足 99%的人的收款需求 另外PayPal还模仿了 Strape的一些功能 比如提供虚拟信用卡服务 默认可以开通两张 香港花旗银行的虚拟信用卡 当然也可以向客服申请开通更多张 另外还可以使用开电通的功能 一键开通美国亚马逊的店铺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 需要大家一起去挖掘 这个账户最大的优点就是 支持的收款商户非常多 申请开通零门槛 用国内的手机和身份证即可认证成功 今天我就抛砖引玉 向大家演示一下 PayPal如何注册 如何收款 如何提现到国内的银行账户 如何申请虚拟信用卡 在开始之前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 点开小铃铛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在首页点击注册 然后来到创建账户的页面 账户类型有两个 一个是个人账户 一个是企业账户 如果你注册的是个人账户 仅支持提现到 注册人的个人储蓄卡账户 但是如果你注册的是企业账户 是可以提现到企业的银行账户 这边我们填写一下个人的信息 设置一下密码 选择安全问题 最后点击发送验证邮件 我们到邮箱里面去激活一下账户 接下来我们来到平台的选择页面 这里也就是说 你想要收取哪个平台的款 比如我想要收取google adsense 那么我就选择开发者平台 选择google adsense 我们在右边的账户用途 选择为已经开发的应用收款 如果你是做独立网站 你就填入你网站的地址 那如果说你是做YouTube的话 你就填写你YouTube频道页的网址 接下来是发布商ID 发布商ID需要我们到google adsense的后台 到账户信息这里有一个发布商ID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国家的话我这边是美国去的sense 所以选择美国 然后点击绑定发布商ID 系统会提示提交成功 正在审核中 下面上传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就可以了 身份验证你可以选择智能的人脸扫描 但是我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上传了手持身份证照片 就认证成功了 审核通过之后 我们在平台管理这边 就可以看到自己已经绑定好的账户 点击这边的收款账户 就可以看到平台为我们提供的 虚拟银行收款账户的信息 我们搜索一下银行的ABA 可以看到系统提供的是 美国富国银行的收款账户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银行账户 绑定到平台的收款页面了 比如我这边是Google的sense 我们打开后台选择付款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绑定好了 PingPing的收款账户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主账户 这样下个月收到的钱 就是直接到PingPing的账户里面了 在这个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绑定的教程 非常详细 大家按照教程操作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一下付款记录 第一个0.44美元是系统的一个 验证绑定的金额 第二个是我4月份收入的入账 第三笔是提现的一个出账 它的提现费率是1% 接下来向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提现 你的款项到账后 我们直接点击提现 直接输入提现的金额 我们在这边是可以看到 没有办法输入金额的 原因是系统提示 我们的人民币结汇额度上限为0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通过联系客服我才知道 我们需要去上传自己的订单 才能够获得提现额度 这要怎么操作呢 我们点击账号中心 点击订单管理 选择订单所属平台 google sense 选择自己的独立网址 币种是美元 然后这边上传订单 我们可以选择模板 我们把模板下载来看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模板主要是需要你提供 每天的一个统计数据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去打开自己Adsense的统计界面 然后把这些数据导出就可以了 保存 然后把这些数据全部复制粘贴到模板的表格 再上传到系统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页面下方也有很详细的图片教程 大家跟着操作就可以了 上传完成之后在订单管理 我们点击订单审核记录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上传的订单 提示在一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 审核完成之后 你就有了人民币提现额度 就可以操作提现了 提现的汇率是按照当天中国银行的 实时汇率进行结算 到账的时间是工作日的话 当天就会进行处理 等系统审核完成 你有了额度之后 这边就可以直接提现 输入短信验证码或者交易密码进行验证 就可以提现成功了 相对于潘盈来说 拼泡的提现 需要额外提供一个订单的交易记录来证明 这个主要是因为 拼泡是位于中国大陆的公司 它的所有业务必须要符合大陆政策法律法规 虽然说比较麻烦 但是只要你是真实的交易 都是可以顺利审核通过 来使用这个服务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服务卡 也就是虚拟信用卡的服务 这个功能其实是模仿strap 我们直接点击立刻申请 可以看到一共可以申请两张服务卡 运用途我们这边随便选一下 同意协议点击提交 可以看到已经申请成功了 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提供了一个万事达的虚拟信用卡 这边点击转入金额 可以看到需要充值 而且充值的话只能使用 你收款账户里面的金额进行充值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款 所以说是无法进行充值的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虚拟信用卡 是哪个银行发行的 查询银行的BLN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所属的地区是香港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服务卡的收费是相当的高的 没有刚需的话 不建议大家去开通使用 总结起来看 PingPong作为一个收款工具 它提供的涵盖服务范围是非常广的 可以满足99%的人群海外收款需求 另外PingPong的提现费用只有1% 也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它的汇率是按照实时的汇率来进行结算 但是不方便的一点是 它需要在提现的时候提供订单记录 如果说你做的是海外的虚拟服务 无法提供订单记录的话 那么就不推荐使用这个工具来进行收款 如果你想要注册PingPong的话 注册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面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注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演示教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订阅点赞加分享 也感谢大家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我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